那麼現在大家都很熱心的在討論這個 這個是不是解放你知道 不過看一看喔 日本東京第四度緊急事態宣言 昨天韓國,韓國這個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參考 韓國在昨天又升高這個防疫標準 他們事實上他們第一劑已經差不多都打過了 第二劑也打了快30%在首爾地區 他們的首都首爾地區 第二劑也打了30% 結果解放三天你知道 每天確診人數超過1200 到第四天他就受不了了 又開始拉高這個警戒標準 所以在想喔 這個從這個日本跟韓國的例子 每次說我們台灣不管要做什麼事情 先看看隔壁國家 這總是一個參考點 所以從日本跟韓國 我就跟大家講喔 對於解封你知道 千萬要小心 一定是逐步解封 所以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一直拖下去你知道 這個民生啦 民生或整個社會運作 會特別有關係的 我們要先處理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要講解封面